因为很多人都在电视剧里面学的这段理事 史皇的父亲是谁 吕不韦 别乱想啊 这话题不敢乱想啊 召集嫁给盈役人的时候 已经知道怀孕身孕了 那请问这个时间怀孕几个月才能知道 最起码得两个月吧 对吧 那如果说已经知道怀孕了 再嫁给盈役人 七个月生下史皇帝 史皇的父亲盈役人应该没有那么傻吧 这儿子还敢认吗 习当爹 够绿啊 有人早产 七活八不活 你见过早产九斤中的吗 军英啊 后来又怎么成立了这个秦史皇啊 必须得提一个人 谁 史皇的重父 吕不韦 你看华阳啊 义人本来就是你们秦国的王室子嗣啊 为啥不把他直接过继在你的膝下给你当儿子 安国军继位了 你是王后 华阳立马答应了 从赵国将义人父子接回 刚接回来 安国军的父亲终于死了 安国军当上带王太高兴了 三天后嗝屁了 嗯 嗚咽 嗚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